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正在进行全美巡讲走透透 演讲的活动是即将在洛杉矶来举行 他预计完成环绕美国一周的壮举 期间还会穿越美加两国停留将近30个城市 正在进行美加巡回演讲的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从3月1号起 他计划在拜访各地会友同时 展开横跨美国加拿大的长征行动 发起二万里路云和越 透过客厅座谈会的方式与当地的侨胞交换意见 大概在一个月前我成立了一个网络的平台叫做野台 那么是要面对未来520之后台湾的新政局 那希望能够凝聚在野的声音跟力量 那我常常讲现在因为国民党在次选举当中 其实就是有人说是惨败 那目前很多的气压都蛮低的 可是我常常就说我自己应该是 这个局面当中最乐观的人 为什么乐观呢 我认为说局面不管再不好 其实上你只要好好努力去争取民众的认同 发挥好你称职在野党的力量的话 其实对未来都不用太过忧心 而且事实上政党轮替在台湾 其实将来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也就是说轮替是必然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被轮替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制衡的重要性 洛杉矶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许淑丽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每家客厅会 能够凝聚海外侨豹的向心力 而宣长活动将在3月5号举行 说实在现在即使我们现在是在野了 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要团结起来 能够发挥一股很强的制衡力量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支持他 我们也希望今天只是第二战 那我们尽力的来配合罗志强先生 他的下一步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着他走 那我们希望我们全美都能够很好的来串联起来 因为在海外侨胞是最近都这么忧心 大选成这个结局 其实大家更需要团结起来 领具力量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站出来支持罗志强先生 罗志强的全美巡回走透透 预计在4月23号回到凤凰城 完成环绕美国一周的壮举 期间还会穿越美加两国36周省 停留近30个城市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